抢餐厅碰到带枪的抢匪遭枪毙 都什么时代了 还有人抢松饼餐厅啊 会不会太落伍了点 上周六清晨五点左右 美国南卡罗兰纳州查尔斯顿市 一家松饼餐厅才刚开门 店员正在为早餐时间 即将涌进的人潮做准备 睡眼惺忪的顾客正吃着早餐 迎接新的一天 突然一名19岁男子 Joshua Jermaine Davis闯了进来 但他的目的不是早餐 而是抢劫 餐厅中有一名不具名的顾客 身上藏有一把手枪 且拥有许可证 他可不高兴早餐吃到一半 被人打扰 因此他决定当个持枪英雄 这位顾客朝抢匪连开了竖枪 抢匪随后在医院身亡 警方表示 目前不起诉开枪者 因为他在法律上有权自卫 且拥有膝带枪支的许可证 该松饼餐厅分店经理Brandon Rogers 向当地媒体信使邮报表示 最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 他顿了一下又补充说 哦 除了嫌犯以外 餐厅员工都说 开枪者是他们的救星 你觉得这起事件 会让餐厅修改 不得西武的规定吗